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論說是世界二專或者一般大學 的確招生的人數可能在今年都會比起過往來的更加的嚴峻 很多的科系可能註冊率會下降 很多的學校報到的學生可能會銳一見 但公外要呼籲一件事情 儘管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們不應該讓任何的學生要擔心 我唸的學校唸到一百萬的倒閉 也就是說少自己化的狀況 不應該是由我們的同學來承擔他的風險 我們的政府應該要拿出擔當出來 政府應該要做得很明確 今天我們提了三項的訴求 第一點 政府要公開保證一件事情 所有經過合法管道招生入學的學生 都有權利在原校畢業 休業年薪沒有借滿錢 學校如果經營有困難 學校最多只能夠先停招行升 等到既有已經進來的學生畢業了 才能夠停辦學校 也就是要確保我們同學已經進來的學生 可以有原校畢業的權利 並且當然要維持正常的師資基準教育環境 這個是所有我們每年先進二十萬的學生都應該要有的權利 他不應該要擔心我唸的學校會不會唸到一半倒閉 這是政府可以做的 我們私立學校法也容許政府可以這麼做 因為我們所有的科系的停招 學校的停擺 學校的法輪的解散 都是要經教育部合作的 學校如果他做不到 教育部甚至可以接管 拿出推廠基金來進場 來協助我們學生安心的畢業 第三點 我們私立學校法第三九條實際上有一個特別的要求 是要求學校要有所謂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那他也授權教育部去訂了一個執法 叫做私立學校有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 但我經過我們公會來觀察 這個保險過去從來沒有實際使用 為什麼 主要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他不是強制性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學校都會主動欺壓學生的時候 他怎麼會去保險 第二件事情是他的保險的適用對象 保障的範圍是 投保的當學期如果發生了當學期停辦 但是學校都是選在學習要結束的時候才宣布停辦 也就是說保險還是不寄託 所以我們這邊要呼籲的時候 這個保險應該是變成一個強制保險 第二點說保障的範圍應該是 學生入學以後到休閒沿線為止 只要發生學校停辦 就應該要賠償他們他們的就學費用 因為即將惡性倒閉退場的學校 多半也都是社會經濟地位 比較低下的家庭的孩子去念的學校 他們在當初選校的時候 選擇是有限的 而現在呢 卻會遇到無意見的退場 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雪上加雙 讓福利的地位更加惡化 更何況很多的學生 事實上是背負著學代 而念書的 如果中途就停學 沒有機會完成學業 對他未來的生涯規劃來講 是很大的傷害 教育部常常會有一個暗示 暗示同學們 你自己要慎選 慎選科系或者是學校 這種把問題歸因在個人的選擇上面 這是非常謬誤的 所以教育部呢 我們剛剛也聽到了 這個所謂的共犯 著作為虐的說法 其實教育部必須要檢討 你應該是在制度上 在結構上面改善 這種讓私立大學私校董事會 以盈利的態度來經營學校 而在無力可圖的時候 就惡意停敗 這樣子的歪風 我們的私校退場條例草案 即將送立法院審查 但是呢 他可能不會列入優先法案 剛剛柏宜也提出來了 如果不列入優先法案 他可能就是虛晃一招 我們建議 立法院要把這個退場條例草案 列入優先審查 而且呢 還要嚴格的去監督他的整個 這邊有一個架構圖 這個架構圖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區分兩種 一種叫一般學校 一種叫列入專案審查學校 那這個一般學校 有些學校是可以規避 列入所謂的專案審查學校的 比如說大辦小的學校 比如說從一個大很大 五千人以上的規模的大學 辦一個一年只超一百五十人 或兩百人的小型的學校 大家就知道我在提哪個學校好不好 另外一種大辦小就是 從大學轉變成半精英小學 這兩種都不會列入專案審查 專案輔導學校 那是不是以後 大家也可以尋這個模式 大辦小就可以規避 另外一個就是 列入專案輔導學校三年 那這個三年之內 是不是有很多的私校董事會 是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機會 好整以暇的 讓他可以把校產 或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甚至於董事會的改選 來圖利 這也是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三年後 是否解除專案輔導學校管制 如果沒有解除的話 要勒命停招 一年後停辦 大家要注意到 一年後停辦 那對於一年級 二年級的同學來講 他就不可能原校畢業 另外一個就是 即便是像 像稻疆 現在可能教育部也承諾了 同學們可以原校畢業 但是呢 學校會不會擺爛 比如說用非專業的師資 甚至於職員來取代專任老師 剛剛有講到逼退老師 另外一個就是 學校的整個教學環境 設備 全部都 可能硬體設備都被變賣掉 這些問題呢 在退場條例裡面 是不是都沒有規範到 通常這些所謂的 招生困境的學校 他為了要 謀取更多的利益 他為了想要 節省他的成本 不惜去犧牲學生的受教權 至少也有三種狀況 第一種我們看到的是 學生都還在學校裡面 你已經招生進來了 結果學校 就無預警的宣布停辦 過往的案例 例如永達技術學院 或者亞太創業技術學院 都是類似的狀況 第二種狀況 學生 已經經過連招 報考 招生進來了 結果學校卻因為 這個班級 覺得註冊人數少 新生要報到的時候 才告訴他 請你去轉學 在2017年的時候 台灣觀光學院 就有 一百多位的同學 錄取了 他們學校的其他的科系 結果學校 因為只有廚藝系 招生狀況比較好 就說那我只有廚藝系 其他科系招進來的學生 我一律都不要 請他們自己去轉學 學校現在 是透過惡意不維持 他的教育環境的實質 來逼迫學生離開 像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稻疆的案例 學校 稻疆原本 無預警宣布停辦的時候 實質停教的時候 同時 還去移除了學生 專業教室裡面的器材 並且還主動逼迫老師 向同學釋放一個訊息 總之 我們這邊教育環境 就是不會維持正常的基準 請你們自己聽 兩太這種侵害學生權益 刻意半導學校 集欠上千萬薪資的董事們 早就應該被依法解散 但是至今教育部仍然 讓這三名董事 在已經任期屆滿之後 繼續留任到現在 未來這些董事 還可以再繼續申請 國家的退廠基金 將自己半導的學校 重啟爐灶 轉型成另外一所 私立學校或安養的機構 這也是這幾年 為什麼陸續還有多起學校 一再的仿效亞太島校的模式 從過去的永達新國 到今天的康林到江 因為教育部面對私校退廠的作為 永遠只有一再讓力給董事會 被犧牲的 永遠只有一批批的學生跟教職員 還有送出數十億的校產給這些財團 教育沒有其他更好的作為